臺灣社會 今年法股山除夕敲鐘的主題是 平安無事 我相信此時此刻 所有的臺灣人對平安無事 這四個字都有深刻的感受 上個禮拜 花蓮發生強症 讓很多人失去了自清和家園 但是在正在中 臺灣社會也展現出了互助和團結的那一面 今天晚上 藉由法股山108響的鐘聲 我們要再一次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 為臺灣的平安與祥和共同祝道 家宅永安 這是我今天要給臺灣的祝福語 在這裡 我要祝福全國家家戶戶 幸福平安 2018 我們要一起努力 讓臺灣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